鸡鸡腹鸡鸡男男不相离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专注激情电影的腐哥 视频开始前腐哥想问大家 都有养宠物的经历吗 你会不会想要失去的宠物 重新回到自己身边呢 今天要讲的这篇 巧克力奶昔 在主人公的身边 就发生了灵异的事情 不再说废话了 我们开始吧 少年郑宇失去父母后 就在舅舅的咖啡厅打工 这天晚上 他拒绝了舅舅请他喝一杯的请求 从店里下班了 趁着月色走在路上 他发现两个陌生男人蹲在路口 而且还对着自己微笑 郑宇没太在意 直接走了过去 结果回到家刚坐下 就听到了敲门声 打开门 竟是路口的两个男人 其中一个叫着郑宇的名字 还把他扑倒在地 另一个也躺了下来 嘴里还说着莫名其妙的话 经过一番沟通 郑宇知道了他们的来历 两人是自己养过十年的宠物 小狗巧克力和小猫牛奶 他们甚至说了一些 别人不知道的秘密 虽然很难相信 但卷发男人扑闪的大眼 很像巧克力 黑衣男人傲娇的样子 也很像牛奶 郑宇还是难以接受 养过的宠物 怎么突然变成了两个大男人 但是既来之则安直 郑宇只好接受了现实 第二天早上 郑宇不管干什么 巧克力都会跟在屁股后面 好像一步都不离开 郑宇忍无可忍地问 为什么要跟着自己 巧克力直白地说 因为太喜欢郑宇了 郑宇让他别跟着自己 还把巧克力关在门外 牛奶笑着数落巧克力 还说不要给郑宇太多烦恼 结果他看着郑宇裤子上的绳子 难以自控地缠了上去 吵吵闹闹的一天终于过去了 郑宇躺在床上熟睡 巧克力和牛奶也悄悄依偎在他身边 这天早上 郑宇要出门上班了 巧克力和牛奶不依不饶地跟了上来 店里没有多少客人 四个人便坐了下来 舅舅亲自做了甜品给他们 郑宇向舅舅介绍两人 期间牛奶一脸不自在 直到舅舅接了个电话离开 牛奶才展露出笑意 而巧克力看着郑宇嘴角的奶油 直接清了上去 郑宇当场愣在原地 但巧克力还是小狗思维 根本不在意自己的做法 晚上四人一起喝酒吃饭 郑宇醉意熏熏地问 巧克力和牛奶为什么要来呢 巧克力说 郑宇叫他们来的 但郑宇一点都不记得了 巧克力说 他们穿过天堂和地狱 走过一座彩虹桥 才来到郑宇身边 舅舅也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没人可以回答他 吃完饭 巧克力和牛奶拖着郑宇回了家 巧克力看着他熟睡的脸庞 他说 他们是为了让郑宇幸福才来的 郑宇说 他们要永远在一起 巧克力点头答应 门外的牛奶听完 长长地叹了口气 这天早上 郑宇习以为常地推开 巧克力起床 在他打算出门时 巧克力也醒了过来 拒绝了他的陪同请求 郑宇独自出门了 但巧克力不放心地跟了出来 他隔着马路和郑宇打招呼 郑宇却看着奔驰的车流陷入了回忆 当初 巧克力就是因为出车祸离开了人世 慌张的郑宇急忙丢下东西 穿过马路 紧紧抱住了巧克力 回家路上 他不放心地牵着巧克力 生怕再出什么意外 巧克力也回想起了那件事 他不敢再说什么 回到家中 两人都是一副艳艳的样子 牛奶若有所思 他来到厨房 问郑宇发生了什么 郑宇低下头问他 会不会对自己有过埋怨呢 他认为牛奶的死和自己有关 牛奶直骂他想太多了 可郑宇心中仍有欲解 牛奶说 在他们即将离开时 还担心郑宇会不会太难过 牛奶抱住了脆弱的郑宇说 他们从来没有埋怨过郑宇 巧克力吃醋地走上来 也紧紧抱住了两人 让人昏昏欲睡的下午 店里还是没有一个客人 舅舅为他们调配了饮料 三人坐在吧台边 郑宇忍无可忍地说 巧克力的眼神太过专注了 牛奶还数了他太油腻了 他甚至还教巧克力怎么看别人 他说要趁对视之前 快速移开目光 假装自己没有看对方 傻傻的巧克力还学了起来 两人甚至还在一旁练习 郑宇被他们笨蛋的举动都笑了 舅舅看到他的笑说 很久没见郑宇这么高兴了 郑宇安排两人擦桌子 在独处时 牛奶跟巧克力说 要赶快把离开的事情告诉郑宇 巧克力沉重地点点头 好不容易回到郑宇身边 离开又谈何容易呢 这天巧克力和牛奶 敲响了郑宇的房门 结果郑宇毫无反应 牛奶拉着不情愿的巧克力出门了 他说 郑宇好像是生病了才睡这么久 巧克力提议 做些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于是牛奶来到咖啡店 替郑宇上班了 舅舅细心为他穿好工作服 来教他如何擦杯子 调酒 看菜单 牛奶都出色地完成了 舅舅夸他做得很好 牛奶傲娇地说 是因为自己聪明 另一边 巧克力买了菜回来 细心收拾好家里的残局 之后 端着巧克力牛奶和药 敲响了郑宇的门 嘱托郑宇乖乖吃药后 他又去做家务了 而牛奶在店门外昏昏欲睡 舅舅走上来说 要为他做饭 牛奶忙跟了上去 在一旁看舅舅做饭 舅舅头也不回地说 这样看着自己 是要爱上他了吗 牛奶无语地摔门走了出去 舅舅精心为他做了午饭 牛奶吃了一口 就矜持地夸赞好吃 牛奶提议把单包饭 加到菜单上 但舅舅说 自己没有正与妈妈做的好吃 就从菜单中删掉了 牛奶理解地点点头 他说 如果加一些黄油会更好吃 舅舅没想到 他能这么评估菜品 就多做了几分甜点 拿给他品尝 牛奶看着满足的食物 盛轻难确地接受了 舅舅还轻腻地为他吃东西 以至于牛奶成功吃撑了 睡醒的正与一开门 就看到巧克力躺在地上 正与摸着肚子说饿了 巧克力扶着肩膀 把他按在凳子上 自己进了厨房 在正与怀疑的目光下 巧克力游刃有余地准备食材 在食物的香气中 正与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他梦到了早已去世的母亲 母亲摸了摸他的头 就起身为他做了份蛋包饭 看着用番茄酱化的笑脸 正与不禁露出了笑 醒来后 巧克力正好做完了 这是和自己梦中一样的蛋包饭 正与吃了下去 眼泪却再也止不住了 和母亲做的味道一模一样 他混着眼泪一口一口地吃完 巧克力心疼地安慰着他 正与在他坚实的臂弯里 压抑着悲伤哭泣 一顿饭就这样吃完了 正与端子餐盘进厨房 看到了一地狼藉 他无奈地合装无辜的巧克力对视 又得好好收拾了 第二天 穿戴整齐的正与收到了手机消息 对方提醒正与去相亲 正与无奈地推开门 看到两双直勾勾的眼睛 巧克力站了起来 他要跟正与一起去相亲 正与看着两人说 要是他们乖乖待在家里 等自己回来就有奖励 巧克力瞬间挂上了笑脸 他目送着正与出门 正与再三叮嘱 两人要好好看家 便直接到了约定的地点 他和相亲对象打了招呼 对方直夸赞正与长得帅 两人询问过爱好 便打开了话匣子 这时正与回想起了一件事 当初父母离世后 他整天喝个烂醉 醉意朦胧的时候 他真的叫过巧克力和牛奶的名字 他这才反应过来 两人真是自己叫来的 突然 相亲对象看到了门外的巧克力 相亲对象说门外有个奇怪的人 但正与回头时 巧克力就藏了起来 相亲对象觉得诡异极了 他提议换个地方继续 结果一路上 巧克力都鬼鬼祟祟地跟在后面 这时正与说自己要回家了 相亲对象恋恋不舍地看着他 甚至还追了上来 但巧克力突然出现 他制止了动手动脚的男人 混乱的场景被正与摆平了 回家路上他没有怪巧克力偷跑出来 还找了个路边一起坐下 巧克力说 自己只是担心正与遇到危险 正与无奈地笑了 无聊的牛奶终于等到了两人回家 正与夸赞他乖乖在家没有床获 还用摸头奖励牛奶 巧克力生气地撇过头 但正与说 他想起什么时候叫过他们了 所以两个人都有奖励 看着巧克力眼底清晰地印出自己 正与心里也有了触动 晚上巧克力和牛奶躺在一起 他问 变成人类的感觉怎么样呢 牛奶说好极了 巧克力又悲伤地问 不按时回去会怎样呢 牛奶知道他想留下来 便催促他把真相告诉正与 可正与全都听到了 他即将开门的时候也垂了下 在接下来的故事中 巧克力和牛奶真的会消失吗 刚刚萌芽的爱情又该如何发展 我们下集再聊